1950年,朱德等人的合影 一个小美女跨着老总的胳膊,她是谁?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7月4日 拍摄地点是北京香山 照片中的朱老总正带领三个女孩在香山散步 朱老总左手拉着的这个女孩叫朱敏 她是朱老总唯一的女儿,她的生母叫贺志华 1926年,朱敏出生于苏联莫斯科 此时的朱敏,24岁 照片最左边的那个小女孩 叫李纳,她是毛主席的小女儿 照片中的小李纳,边走边揪着自己的裙子 样子相当可爱 1940年,李纳出生于陕北延安 此时的她,才十岁 朱老总右边那个小美女 叫刘爱琴,她是刘少奇的大女儿 她的生母是何宝珍 1927年,刘爱琴出生于湖北汉口 此时的她,23岁 照片中的刘爱琴,左手跨着朱老总的胳膊 右手拽着朱老总的帽子 看得出来,她在朱老总的面前一点都不拘谨 朱老总,这个人非常喜欢孩子 她和康大姐有什么好吃的 总是舍不得吃 等到有孩子们来她家玩时 她就把好东西分给孩子们 所以,那些孩子们都喜欢到朱老总家蹭饭吃 有的孩子玩累了,就直接躺到他们的床上 由于朱老总的年龄比较大 那些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朱老总,爹爹 看照片上,朱敏,像个孩子一样 看照片上,刘爱琴,既亲密又随意的样子 看照片上,李论娜亦不亦趋的样子 你就知道那些孩子们有多么喜欢朱老总了 不知道的人,看了这张照片 还以为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女儿呢 订阅我,一起聊聊